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杜贴珍 武艺 你今天扮演的是土地公公 原因是 包贝尔 悟空 你怎么又调 我的 爱谁谁 来 欢迎包贝尔 百变造型奖 双雄争霸 荒热谁家 武艺入围到这个百变造型奖 你的感受是 因为我 这么多年第一次尝试穿裙子 后来上瘾了吗 没有 没有 也是最后一次 对 所以这个入围对你来说是明智实归 对吗 做了这么大的突破 对 好 好 包贝尔 其实就是因为没头发所以造型多 对对 然后随着岁月的增长 头发也会越来越少 所以我相信 凭我自己 你这头发还能更少 一定还会创造出更多的造型 好 接下来他们将会带来一个百变造型秀 通过大家对他们之前 大本营里面留下的印象 以及这个秀里面的表现 有51位在场外的 一直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来自处决定 同时他们还邀请了一个 特别得力的外援 跟你们一起参与这个秀 对 这个外援是谁 亲表婶 马苏姐 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好 搭带不走你的天堂 总会有个地方的带来飞翔 I wanna know 你信不信 You gotta know 别怀疑你自己的邦领 You gotta know 我是冠军 You gotta know We gotta show We are the world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看爱情已经上天沉海 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非常好我决定取消他们俩的入围资格加上你 而且为什么说我们是摆变的我们的发型是可以摆变的 你看现在这样是个发型吧 当他往上提之后是另外一个发型 你知道吗 你这样特别像那个你知道特别像那个楚桥传里面那个金智杰老师 不是叶华吗 不是叶华吗 而且还能改篇 你看看改篇 怎样 然后还能改成太监 我跟你说你这一段比刚才那个精彩多了 获得快乐大本营20周年百变造型奖的得奖者是谁呢 获得马兰山结出贡献颁颁奖领尾摆变造型奖的得主是 我们一起吧 好 光旭 宝贝尔 光旭 宝贝尔 好 喜欢宝贝尔 好 现在鲍贝尔上台领奖了 请发表获奖感言 谢谢 好 谢谢祝贺鲍贝尔 谢谢 来 我们进入到下一个奖项 没想到得了一个这么不重要的奖 谢谢组委会对我的肯定 要谢谢我的经济团队 我的家人 谢谢我的化妆师 谢谢每一个支持我的粉丝 最后我要说 谢谢我的妈妈 谢谢我的爸爸 希望明年还能得到这个奖 最后谢谢我的优秀的竞争对手们 没有你们 我就更厉害了 谢谢 别 别亲 别亲 吊神 吊神 好 好 好 我邀请刚刚获奖的鲍贝尔 跟我一起来搬这个家 大家好 我是维嘉 大家好 我是Prince鲍贝尔 鲍贝尔 那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这三个人当中 谁会是胜算最多的那位呢 这实在太难说了 这三位在我心中都是最好的 他们代表着三个不同类型的男演员 对 比如像孙坚 孙坚是那种优雅 然后帅气 有内涵的男演员 然后像那个 小猪 小猪是那种帅气 有内涵 优雅的男演员 那魏大勋呢 像魏大勋这种是属于关系户 但是我也十分喜欢 因为跟他搞不好关系 弄好我以后不会来大半营了 对 好了 谢谢 言归正传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一个奖上的获奖者 来吧 王宝尔你来吧 这家颠覆奖 妈妈 看到这个名字我实在是太激动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是他得奖 真的是 实至名归 好不好 下面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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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兰山杰出贡献颁奖里 最佳颠覆奖的是 孙剑 好 孙剑 好 就在孙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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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心情可以不可以呢 我心情特别可以 好 来 掌声再次恭喜孙剑 太好了 给我的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姿势 我希望以后我自己的人生道路 还有各位朋友都可以 好 祝贺孙天 谢谢 请休息 好 也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维佳 谢谢我们的包贝儿 谢谢 好 好